再说一个相关的现象 澳洲宣布了 包括英澳FTA工作假期计划 35岁以下 因为他们受到英国、澳洲和英国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 澳洲、澳英两地的居民可以自由流动 自由流动在澳洲内政部的新安排适应于英国发出的护照申请 是一个借口 你明白吗? 这些东西肯定要先顾着自己 是不是? 等于以前是欧盟 人们可以自由流动的工作 英国是富裕的 尤其是北欧那些 匈牙利亚、保加利亚 总之他们认识英文就可以做粗重工作 没有了这些人的时候 英国人就开始不行了 就要香港那些 基层移民都杀了 就是这样的 背后 不一定针对你老共 顺便逃空香港的工作人才 劳动力 现在呢 其实刚才也说了 20万劳动力流失了 你要多走20万 没事的 大把人填补 你看行不行了 你看看阿超能不能鼓励到年轻人生子 鼓励到国内放一些优质的人民下来 我看阿超做不到 但这些已经很糟糕了 我们不喜欢的 肯定是香港人生回香港人了 不要走那些大陆人来 满口普通话 搞到我们的生活都不同了 但你都比没有了人 你知道了 因为没有了人的社会就真的是 变得像墳墙的 是吧 不行的 但都未必有 这样才死 谁搞得了呢 你问阿超怎么办呢 以前曾蔭权也叫做人口政策 叫做刘世良 搞双非 曾蔭权搞出来的 后来到梁振英杀停了 杀停了双非 你要是搞定住屋问题 人口 诸如此类都没有 竟然都旺了 七八年了 最少 2010年 香港开始坏了 就是因为阿超 你已经在背后争上位 将香港带入一个政治的船窝里面 一个零左勿右的政治船窝 说完了 继续说 七一一起 即是九五日起 十八岁 三五岁 哪个护照持有人 哪个人是英国的 但是澳洲竟然说 因为我和你签了 我为及你这堆东西 是不是可以申请澳洲工作假期签证 澳洲工作最长居留三年 最大跟以前不同的 以前的工作线 十二月的三个独立签证 就好像那些非用来香港 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 当然了 他包括在农场至少工作半年 就是没有人去耕田 年轻人未必喜欢耕田的 你去读书就可以了 是不是 工作签证 读书签证 三年最长可以 那你三年老实说 如果你习惯了 懂得日常生活够了 有工作 懂得租屋 住屋 刚刚你的工作也够你生活了 那你可以多捱一两年 其实几乎是世界标准 五年左右就算是非法移民 都特赦了 通常是比的 因为他安心了 你变成了他的国民都安心了 已经熟悉环境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何况你是在那里工作呢 如果三年再轻轻拖下 又没有查出你是 警察 蓝丝 共产党 家庭 只要不是这些问题呢 有些黄就更好 有去识有威就更好 包你可以留下 现在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说澳洲朋友们 香港人不要协助香港人移民 安排一下都可以的 你去农场工作至少半年 没说都要你去收钱工作 我都做移工而已 我去体验一下这些 有机农场做移工都可以的 那你只要什么呢 要带几年生活费 不用带学费 那不是很多钱而已 即是基层移民 况且你当然不需要去做移工 总之你可以先去安排一下 联络一下 有事做有事做都没事做就先做移工 总之就是工作 是不是? 去农场那里 还可以不是一个雇主 那你对的一定要转一下工作环境 不同雇主 然后三年 变成了十八岁三十五岁的BNO护照 现在又多了一个 移民澳洲的选择 表面就说跟英国的协议 香港人都是没落的 你对着李家超 现在又多了一个转 危机就在那里了 大家都知道危机在那里了 为什么要先去农场呢? 是不是? 因为现在 很久了 无端端去做事三年 然后怎么办呢? 是不是? 所以 主要是这样 现在 今天开始就是了 我们知道加拿大又放宽了 是不是? 加拿大又放宽了 Stream B 英国有BNO 澳洲又有免签证 是不是? 可以申请逗留澳洲工作 那你努力努力在那里做事 转型读书 如果读书 半功半读就更加美妙了 保證你是年轻人 有得选 唉 没有的了 唉 其实不是一件开心的 虽然我说到 对不对 好像很开心的 看到这些 外面那些当然很开心了 香港人走了 香港不惨了 难道你真的上香港不惨了? 那些人都走了 很矛盾的 是不是? 我说到这些东西 其实又高兴又不高兴的 是不是? 但是没办法了 你现在这样 是不是? 田北辰也说了 刚才说了 要等 几多个 回回暖 冬眠 要回政治 有中牌效应 就是说政治会出向开放 他都说要几年了 不用的 不用的 习大大 决断 下一届 区议会 现在通过了法例 可能大家叫你通过它 搞旧的区议会 所有民主派回来 选吧 都可能的 是不是? 你看到他取消动态清零禮 去年十年 不是很久以前 那时候我已经评论了 因为他用辩证法的 否定就否定 香港已经太左了 他现在就出现 我现在要快点否定香港左的路线 的一个势头 近来这个月 是不是? 所以到田北辰这个又是重新显现有这个迹象 是吧? 当然了 加以这个压力是来的 连澳洲都收移民了 是吧? 你说西方有没有大阴谋呢? 我当然是有的 但是如果他的阴谋是善良的 是吧? 就是这样 鼓励你香港人搞顏色革命 争取民主自由 那好吧 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跟人交了 他说不是的 他安排你这几年 你走 英国佬都是 无限量收 香港年轻人 抗争不力 他们都觉得有些 我觉得有些的 不可能是说的 不是很对待香港人 住当年就这么丢下 不是了 现在补偿了 给你移民吧 BNO 那 英国佬那么契狸 算是这样的了 现在还不止 美国帮忙 澳洲、加拿大、英国、美国 台湾 都可以 你喜欢就去吧 基本上 香港人是有选择的 经常说 去了可以回来的 所以我认为 去是OK的 回来当然是 五大诉求 满足了 我们就回来 做回来的 做回香港人 除了德国人之外 我也没有谁 一个德国人 我不欢迎他回来 个人意见 好 完了 三千多人 为什么今天 可能是没有什么好的话题 没有什么好的话题 都是一质以喜一质以忧的 澳洲都抢人了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我也应该走呢 阿伯 阿伯走什么 老子 大家 我们作为一个神圣的宣言 我们不肯走 共产党够长命 熊共产党 老子对这个时代最有的贡献 当然老了可以生孩子 可以生多些 没办法 因为我们不走 还有一个好的 那些年轻的 定了 政治又回复清明 开始有民主 有些选举 那些人就年轻一旦回来 拿着外国户籍回来 几年来去几年回来 没问题的 因为我很快就回生了 没什么人都赖给卡丝了 为什么不想谁选他呢 老板 老板不能换的 你知道了 我们当然想换了 这样就不紧张了 不紧张了 七十岁了 习大了 你预计他 最多就租责多几年 没得换的 共产党的事 也看不到他里面那些 太多良好愿望没有的 是不是 但是香港那些都看到的 香港上面还有一个 习近平 换了 谁上面 谁换了 习近平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说真的 是不是 阿婆跑步 我认识的 阿婆跑步就是怎么样 知不知道 明天先留言 下面留言 阿婆跑步 现在真的是阿婆跑步 澳洲又说开放 人都去得住 工作三年 唉 好 多谢大家 又长气了 都三千多人了 今天开心 OK 明天继续 我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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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